狡猾小可爱与父黑公子 第一章 隔壁的秘密 在繁华的都市中 住着两位性格迥异的年轻人 主角陆浩表面上乖巧可爱 实际上却是武力直报表的人间老六 在外人眼中 他是那种乖巧 听话的小弟弟 没有人会想到他隐藏着惊人的战斗能力 而隔壁住着的则是快穿榜Top1的大神 名叫沈默 外表温润如玉 实际上心肌深沉 十分腹黑 陆浩总是想着 像沈默这样的公子哥儿 肯定会喜欢小太阳类型的男孩 于是 他决定要努力改变自己 让沈默注意到他 我得让他知道我有多可爱 陆浩自言自语 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第二章 初次接触 陆浩的改变并没有隐藏太久 沈默很快察觉到了这个小可爱的异常 他一开始只是以为陆浩只是在耍些小花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开始对陆浩的行为感到兴趣 某天 陆浩特意为沈默准备了早餐 还故作无意的说 沈哥 这是我自己做的哦 沈默微微一笑 却在心里暗想 这小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主动 有意思 陆浩见沈默没有拒绝 心中越发雀跃 似乎看到了希望 于是 他开始展开了一系列接近沈默的行动 像是每天都会在楼下等他一起上下班 第三章 按流涌动 随着陆浩的积极行动 沈默越来越感到不对劲 他的直觉告诉他 陆浩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于是 沈默决定也要演一场戏 看看这个小可爱究竟想干什么 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 陆浩和沈默被迫坐在了一起 沈默微微一笑 试图引导陆浩的话题 你最近怎么那么喜欢在我附近转 沈默的语气轻松 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生意 陆浩装作无辜 故作笑容 我只是觉得沈哥你特别好 想多和你交流一下吗 沈默心中暗自得意 这小子真是个小天才 居然能想到这种方法接近他 这样的局面让他觉得有些好玩 第四章 小可爱的逆袭 就在沈默以为自己可以轻松掌控局面时 陆浩却展现出了他真正的实力 在一次聚会中 陆浩突然展示了他出色的武力值 打败了一个试图挑衅他的混混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沈默眉头为皱 心中对陆浩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这小子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小可爱 沈默故作轻松地说 心中却暗暗警惕 陆浩知道沈默心机深沉 便更加小心形势 开始用一些小把戏来引导沈默的注意力 比如用一些可爱的表情和小动作来吸引他的目光 第五章 合作与对抗 随着两人之间的接触增多 陆浩和沈默的关系变得越发为妙 陆浩开始利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沈默处理一些事情 而沈默则用自己的智慧引导陆浩走出舒适圈 某天 沈默突然邀请陆浩参加一个高端地聚会 声称这是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好机会 陆浩一开始并不想去 但看到沈默期待的眼神 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聚会上 陆浩惊讶地发现 原来沈默的人脉如此广泛 身边围绕着一群令人惊叹的人物 陆浩决心展现自己的魅力 让沈默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 第六章 揭开面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浩和沈默之间的暧昧越来越明显 陆浩逐渐发现自己对沈默的感情变得更加复杂 心中不禁开始挣扎 我究竟是喜欢他的外表 还是对他那腹黑的性格感到着迷 陆浩自问 沈默则在暗中观察着陆浩的每一个动作 越发觉得这小可爱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魅力 每次看到陆浩的笑容 他的心中总会泛起一丝暖意 一日 陆浩决定直面沈默的心思 他约沈默在湖边散步 鼓起勇气问道 沈哥 你觉得我变了吗 沈默嘴角微微一扬 却不急着回答 而是将目光投向湖面 缓缓道 你一直都是那么可爱 只是我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第七章 真相大白 就在陆浩和沈默的关系越发亲密之时 意外却发生了 沈默的快穿任务突然来临 他被迫回到任务世界 而陆浩却毫不知情 我会在这里等你 等你回来 陆浩在心中默默发誓 然而他不知道 沈默的任务将改变一切 沈默回到快穿世界后 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空 他需要完成一系列艰难的任务 才能返回现实世界 小可爱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沈默在心中默默思索着 第八章 追寻与救赎 在快穿的世界里 沈默面对着各种挑战和考验 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陆浩 每当遇到困难 他都会想起陆浩那灿烂的笑容 这让他产生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而陆浩在现实世界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开始感受到沈默的缺席所带来的空虚 他开始四处打听沈默的下落 但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就在陆浩心急如焚之际 他决定寻找一种方法 想要打开沈默所在的快穿世界的大门 第九章 再次相遇 经过一番努力 陆浩终于找到了进入快穿世界的入口 面对未知的危险 他毫不畏惧 毅然决然地踏入了那片世界 当他来到快穿世界的时候 四周的景象让他惊讶不已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奇幻的气息 而陆浩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到沈默 终于在一个巨大的战斗场上 陆浩看到了沈默 他的身影如同战神般威武 眼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 陆浩的心瞬间被感动 沈哥 我来找你了 陆浩高声呼喊 沈默的眼神在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变得柔和 面对这个为了自己不惜冒险的小可爱 他心中的感动无法言表 第十章 心意相通 陆浩与沈默再次重拒后 他们一起面对着快川世界的各种挑战 互相支持 携手战斗 在这个过程中 两人的心灵越发契合 感情越发深厚 在一次任务完成后 陆浩终于鼓起勇气 向沈默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沈哥 我喜欢你 无论在哪里 我都会陪着你 沈默心中一震 随即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我也喜欢你 小可爱 不管在哪个世界 我们都是彼此的守护者 第十一章 新生活的开始 经过一系列的冒险和考验 陆浩与沈默终于成功返回了现实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感情从友谊升华为爱情 彼此承诺将携手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日子 陆浩在沈默的陪伴下 发现了生活中的更多美好 他不再只是那个表面乖巧的小可爱 而是各有着坚强意志的战士 而沈默也在陆浩的影响下 变得更加开朗 学会了享受生活 他们一起探索城市的每个角落 享受生活中每一个小瞬间 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挑战 他们都坚信 心中有彼此的陪伴 就是最大的幸福 尾声 未来的约定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陆浩和沈默坐在草坪上 手牵着手 面对着蔚蓝的天空 陆浩微笑着说 沈哥 未来我们要一起走下去 无论遇到什么 我们都不会分开 沈默温柔地看着他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好 永远在一起 他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 未来的路 因为彼此的陪伴 变得更加灿烂